希望各位多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多执持生命电视台 人人都来绝杀放生吃素面佛 用世纪心动推动 旧生命的大事业 共同喝得如来战烟 天堂地狱一念之隔 赵先生和赵太太年轻的时候家境非常贫苦 他们俩只能精打细算缩衣结识的度日 每天吃的都是粗茶淡饭 老公你看好漂亮的夜景啊 我想城里的生活就像在天堂一样 我们什么时候也能住在那里就好了 老婆你放心 只要我们努力赚钱 终有一天我们会住到城里的 嗯真盼望那天早点到来 放心吧老婆 我相信那天会很快来到的 老公天都黑了 我肚子也饿了 我们回去吃饭吧 好啊 我也有点饿了 赵太太为了能进入城市里生活 她和丈夫拼命地工作赚钱 他们做起了茶叶生意 而且越做越大 钱也越赚越多 渐渐地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茶商 他们终于如愿与尝地进入了城市生活 哎呀赵老板来了 我要的那几百斤上好的茶叶带来了吗 带来了 今年这种好茶产量很少的 换作是别人 我可不会给的 多谢多谢了 赵老板 听说你已经在城里最豪华的社区 买了一栋大房子 什么时候搬家 一定要通知我一声 到时候 我一定送一份大礼 祝贺你们的乔情之喜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下星期我们就会搬过去了 这房子真漂亮 简直就像天堂一样 我终于要过天堂般的生活了 赵太太自从住进了繁华的城市后 便不再工作 每天和一些阔太太一起 谈论如何吃穿玩乐 赵太太你老公今天中午会回来吃饭吗 不会 今天中午他有应酬 我自己在家吃 我老公这几天出差 今天中午我还没找到地方吃饭呢 在家吃就可以了 谁愿意自己煮啊 而且自己做的菜也不好吃 赵太太 赵太太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呢 昨晚家里有些剩菜 今天中午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哎呀 剩菜怎么能吃呢 赵太太 我看不如今天中午 我们三个去吃海鲜吧 嗯 这个主意不错哦 有家餐厅的海产非常好吃 我们就去那里吃吧 吃完饭后 我们三个再找个地方好好玩玩 好吧 赵太太在阔太太的引领下 没过多久 便改变了自己多年的口味 她开始每天都喝 用线纱的小公鸡熬的鸡汤 吃鱼必须得是活鱼 这汤的味道真不错 那当然了 这可是用线纱的小公鸡熬的 这种汤又补身又养颜美容 我天天都喝 赵太太 你也应该多喝些这种汤的 赵太太 你尝尝看这鱼 味道更鲜美 哎呀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新鲜的鱼耶 这条鱼可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你说这样的鱼能不新鲜吗 实在太好吃了 这真是天堂一般的生活啊 赵太太也渐渐开始了灯红酒绿的生活 她放纵着自己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赵太太变得贪婪 凶残 怎么喝了那么多酒啊 我没事 今天高兴就和姐妹们多喝了一点 好了 我扶你到床上休息吧 老婆 你的衣服上怎么会有血迹呢 那是鸡血 今天我和姐妹们去鸡房狩链了 老公 有空你陪我一起去 那很好玩的 城郊的农场会围出一块地 放养着一些鸡 然后提供弓箭给游客 让他们猎杀放养的鸡鸭 猎到后还可以献杀献吃 唉 过去的她心地善良 连只小虫都不忍心杀死 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渐渐的赵太太又学会了赌博和吸毒 一开始她觉得这两件事情能让她非常快乐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她发现自己竟然在通往地狱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狐了 给钱吧 唉 今天的手气真差 是啊 今天我们的钱都让赵太太引走了 赵太太 今天你可要请客啊 好啊 没问题 今天中午我请客 你们想吃什么呢 你请我们吸白粉吧 吸白粉 美 好美啊 这就是天堂了吧 我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赵太太天堂般的生活 很快便走到了尽头 她赌博输了好多钱 毒瘾也将她折磨得痛苦不堪 而丈夫对她的态度也一天比一天冷淡 老公你看 好漂亮的夜景啊 我想城里的生活就像在天堂一样 我们什么时候也能住在那里就好了 老婆 你放心 只要我们努力赚钱 终有一天我们会住到城里的 嗯 真盼望那天早点到来 放心吧老婆 我相信那天会很快来到的 这种生活不是天堂 是地狱 是地狱啊 这种地狱般的生活 让赵太太再也无法忍受了 她渴望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 她听了阿姨的话 去求了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阿姨 你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啊 我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了 我觉得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该怎么办啊 我想你现在只有去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让慈悲的菩萨为你指点迷津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吗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不忍心看我受到如此痛苦的磨难 所以冥冥中做了安排 让学伯的阿姨来到我家 并指引我来到了普照寺 就在我踏进寺门的那一刻 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像是回到了货别已久的家 经过司礼师傅的开始后 我终于明白了是自己做的不对 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果报 这段期间我戒杀如素 看了许多的佛学经典 并经常去放生护生 感觉到好久以来 不曾有的开心快乐 地狱与天堂有多远 其实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心念一转万事皆变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残酷的时尚 我有件美丽的衣裳 一年四季穿身上 我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件衣裳 是妈妈收我的时候送我的 我从此天天穿着它 晚上睡觉也不喝 人类呀 我的衣裳只有一件 而你的衣橱已满 我的衣裳是我的毛皮 失去了它 我只有血肉一团 你们人类可以一天换三次衣服 而我的衣服脱下够 就命丧黄泉了 这是爱护动物组织制作的宣传影片 现在天气冷 正是皮草大衣流行的季节 可是当你们选购皮草大衣时 是否想到 那是动物用生命换来的代价 小晴 你看 那件大衣好漂亮呢 我们进去试穿一下吧 那是一件皮草啊 是啊 这里是皮草专卖店 当然卖的是皮草啊 小晴 你看那件大衣怎么样 应该很适合我的 我早就想要买一件皮草大衣了 为什么要穿皮草 将动物的尸体穿在身上 有意思吗 小晴 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因为我曾经去过一次水雕的养殖场 看到过那些可爱的水雕 是如何被杀死剥皮的 啊 那些水雕都住在狭小的笼子里 长大了以后 都被用非常残忍的方式杀死 为了保持水雕皮毛的完整性 狐杀的方法之一 就是施以电击 几乎所有的水雕 都无法一次死亡 另一种屠杀的方法 就是下毒毒死 但仍有些 无法立即死亡 所以在取皮的时候 它们当中依然有些 还是活着的 制作一件雕皮大衣 需要约七八十只的水雕 只为了自己爱美的虚荣心 而背负如此沉重的沙液 真的值得吗 啊 我永远忘不了那只 被活生生剥皮的水雕 那流着泪雨血的双眸 嗯 我知道了 我们走吧 不看了 嗯 哎呀 小芹 你也出来逛街啊 哎 小慧 你来这里买皮草吗 是啊 去年怀孕的时候 挺着个大肚子 看到漂亮的皮草也不能穿 现在宝宝出生了 就出来逛逛 想买件大衣 你可不能这样做啊 为了你家的宝宝 你也不应该把皮草买回家啊 为什么呢 皮草大衣和宝宝有什么关系啊 那些皮草都是动物身上的皮毛 它们被人类杀死剥皮 自然会产生种种怨恨 把那些怨恨带回家 对宝宝实在不好啊 啊 然而小慧对于杀业报应不以为然 他最终还是买了一件白胡皮大衣回家 哎呀 这件衣服可真是漂亮啊 这么雪白的皮毛 真是罕见啊 宝贝 你看妈妈的衣服漂亮吧 啊 宝贝怎么了 别哭了 妈妈在这里呢 从那以后 原本乖巧的孩子 一到晚上就哭个不停 小慧用尽各种方式安抚 都没有效果 宝贝 不哭了 乖 不哭了 宝贝到底是怎么了 这几天怎么一到晚上就哭个不停啊 谢天谢地 你终于安静下来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快要停止哭泣的孩子 像是看到了什么似的 突然放声大哭 宝贝 你这是又怎么了 小慧一愣 他看到了一个很像白狐的身影 出现在房间 那 那是什么 好像是一只白狐 小慧将自己宝宝哭泣烦藏 以及看到白狐的事情 跟学佛的朋友说了后 朋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事情就是这样的 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你在家里看到了一只白狐 那你最近有没有买过什么皮草制品啊 有啊 难道是 因为我买的那件白狐的皮草大衣 我想起来了 宝宝第一次大哭 就是看到了我穿这件衣服 难道是因为我这件衣服的缘故 是啊 要知道一件皮草大衣 需要杀掉好多只狐狸才能做成 一条条惨死的生命被你穿在身上 他们的怨气自然会在你家里弥漫开来 又不是我杀了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怨我呢 虽然你没有亲自动手杀害他们 但你却是间接杀害他们的凶手 你为什么这样说啊 因为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啊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我这也算遭到了杀身的果报吗 是啊 过去我也曾犯过这种错误 你也犯过这种错误 我过去曾经买了一个豪华的牛皮沙发 那是一大张牛皮啊 原本那种椅子坐上去应该很舒服的 但我却自从买回那个沙发后 就一直莫名其妙地全身酸痛 就像受刑的感觉一般 现在想想 那种疼痛和牛被剥皮的痛 比起来算不上什么 我让众生痛苦了 我能不痛苦吗 嗯 我明白了 那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你将这件皮草收起来吧 不要再穿了 以后也别买皮草服饰了 这些日子多念佛 忏悔一下就会没事的 小慧听了朋友的劝说后 便将那件白胡大衣装箱 并开始念佛忏悔 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 小宝宝果然恢复正常 不再胡乱哭闹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不知者尚情有可原 若知道了还继续去做 将来必定自食其果 一件皮草千真万痛啊 冬天是购买防寒衣物的旺季 奉献所有爱美的女性 切莫贪图奢华 美丽背后 有其代价啊 温暖的大胡子 在这个世界上 有许多可爱的小动物 但如果让您选一下 世上最可爱的动物 我想小鸭子 应该不会榜上有名 但下面这几张照片 可能会改变你的想法呢 这只小鸭子名叫鸭鸭 它传奇的一生 开始于一把茂密的大胡子 法兰克是一位热心肠的人 除了乐于助人外 它还经常救助一些 受难的小动物 因为它有着满脸的胡须 所以大家都念称它为大胡子先生 看来它们遇到麻烦了 怎么了 车子坏了吗 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 这辆车突然熄火了 而且我们检查了好久 也没发现有什么毛病 真是奇怪啊 让我来看看吧 好了 你们试一下 这样就好了吗 我想试的 你发动看看吧 真的好了耶 真是太谢谢你了 不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他走了 是啊 那位先生可真是个好人啊 嗯 我听说这附近 有位热心肠的大胡子先生 我想应该就是他了 这一天 法兰克在路边的草丛里 发现了一颗蛋 于是便将它带了回家 他不知道 这颗蛋里 正孕育着一只 可爱的小鸭子呢 真是奇怪了 这里怎么会有一颗蛋呢 这颗蛋 在这里真不安全 很容易被出来 找食物的猫狗吃掉的 谁啊 哦 杰森是你啊 快进来吧 法兰克的邻居杰森 看到桌上的那颗蛋后 欣喜地告诉法兰克说 那颗蛋里的小鸭子 就快要破壳而出了 法兰克 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愿意帮我照顾我家的狗狗 实在是太好了 这下子我可以放心出门了 杰森 你太客气了 我也很喜欢狗狗 有他陪我 我正求之不得呢 哎呀 法兰克 这颗鸭蛋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刚刚在路边捡的 怎么了 原来那是鸭蛋啊 你看 这里面的小鸭子 快要破壳而出了呢 啊 你是说 这颗鸭蛋 马上就要孵出小鸭子来了 是的 法兰克 你走近点 仔细听一下 小鸭子正在里面 啄着蛋壳呢 一只毛茸茸的小鸭子 吃力地啄破了蛋壳 法兰克看到后非常兴奋 他小心翼翼地捧着小鸭子 满心欢喜地帮他取名叫鸭鸭 他在动啊 嘘 小声点 小鸭子正准备破壳而出呢 快出来了 快出来了 好可爱的小鸭子 小家伙 欢迎来到我家 嗯 我得帮你取个名字 鸭鸭 这个名字怎么样啊 我叫法兰克 你也可以叫我大胡子先生 你看到我的胡子了吧 哈哈 看来你也喜欢我的大胡子 法兰克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只小鸭子呢 当然是养着 鸭鸭现在可是我家里的一员了 我可不能将它置之不理啊 我就知道会这样 那法兰克 刚刚出生的小鸭子 一定要注意保暖 可别让它着凉了哦 注意保暖 鸭鸭实在太小了 还需要人照顾 可是法兰克又不能总带在家里 带他一起出去嘛 但室外的温度实在太低了 鸭鸭是需要温暖的环境的 这可让法兰克伤透脑筋 鸭鸭我今天答应要帮史密斯先生一起修剪树木的 我知道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 可是外面有点冷 你会冻坏的 突然鸭鸭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 一下子站了起来 摇摇晃晃的跳到了法兰克身上 然后钻进了他的大胡子底下 哈哈 你这个小家伙还真是会挑地方呢 就这样法兰克为小鸭子建了一个离自己最近的窝 就在他的胡子下面 这个住处实在是太棒了 当小鸭子口渴或是肚子饿时 只要动一动 法兰克便知道了 虽然这只可怜的小鸭子 没能在妈妈的翅膀下长大 不过有这个大胡子也还算不错 闷了就在法兰克的肩膀上走走 或是亲吻一下他的脸庞 有时还会跑到他头顶去玩耍 怎么 鸭鸭又要出来透透气啊 哎哟 哈哈 鸭鸭 你轻得太用力了 轻点 轻一点啊 小鸭子越长越大 一个月后 法兰克的胡子已经容不下他了 不过还好 他还能勉强站在法兰克的肩膀上 陪着法兰克一起看电视 鸭鸭 你越来越大了 我的肩膀都快不够让你站了 法兰克打算为鸭鸭准备一个新家 然后再买几只鸭子来跟他一起作伴 这么有爱心的大胡子先生 我们是否也该多向他学习 为我们的动物朋友们做点什么呢 法兰克 你这是在做什么啊 因为鸭鸭现在越来越大了 我得帮他做一个新家 你对鸭鸭可真好啊 有你陪着他 即使少了妈妈的陪伴 我想他一定也不会感到孤单的 嗯 可是他如果能和同类生活在一起 会更幸福的 所以等我帮他盖好新家后 就再养几只鸭子来 各位慈悲的生命菩萨 你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就是生命菩萨 我们就一起在关心了世界 关心了所有生命 那些被杀死的动物 那些被超度的这些痛苦的众生 生命电视台一打开 就把这个力量一直在关心了他们 我们的家庭也得到了净化 所以各位一定要 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 收看生命电视台 按照生命电视台 在佛陀的正法来修行 那么更要不止生命电视大道场 让他法轮常转普度众生 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 慈悲众生 和谐家庭 欢迎收看并护持生命电视 让此音转动 化解烦恼人心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台 联络电话 04-2238-9987 04-2238-9987 法会备用免费消灾 超键牌位 欢迎填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爱的女人 我发现了一个地方 那里的食物还不少 我带你去吧 真的吗 那真是太好了 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艾玛和我客气什么呢 我们是朋友嘛 过去你也帮了我很多次啊 来 快跟我来吧 艾玛 快来吃吧 我们在这里找到好多食物呢 艾玛来了 快让个位子给她 艾玛 你来我这里 这里有很多吃的 谢谢你们 艾玛 饿了吧 快吃吧 我们都已经吃过了 是啊 我们让黄猫去找你 没想到 它这么久才找到你 哼 我已经跑很快了 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只顾着自己吃 也没替我和艾玛 多留点 嘿 别着急 我们给你和艾玛 留了好多食物呢 后来 艾玛生了五只小狗 随着小狗一天天长大 它开始为孩子们觅食 但由于在垃圾场能找到的食物太少了 艾玛只好在晚上跑出去寻找食物 哎呀 艾玛的孩子已经能自己出来玩了 你看这五个小家伙 多可爱呀 是啊 艾玛可真了不起 一下子生出五个这么可爱的小宝贝来 以后我们这里可热闹了 哎 热闹有什么用啊 这五个孩子都要张嘴吃饭的 我们这里能找到的食物太少了 哎 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是啊 我们这里的食物越来越少 不过没关系 只要找到吃的 我们就会封给你们一份的 谢谢你 可是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只能去外面找吃的了 只是外面太危险了 一旦离开了这里 就很容易会被人抓走 嗯 这也是个办法 只要晚上出去找吃的 别被那些想捕捉我们的人 发现就可以了 于是 每当夜幕降临 艾玛 妈妈便会出去寻找食物 然后 带回来给自己的孩子吃 也会分些给垃圾厂里的朋友们 你们乖乖在这里等着 妈妈去给你们找食物吃 嗨 我的朋友 你也过来吃点吧 不用了 你跑那么远 为孩子们带回来的食物 我怎么能吃呢 况且我也不饿呀 你的肚子替你回答了 快过来吃吧 我今天找到不少的食物 一起吃吧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在巴西 有很多热爱动物的人士 帮助着像艾玛这样的流浪动物 而维尼就是其中一位 每当他遇到流浪的动物 就会提供食物给他们 维尼 你又准备了食物 要给那些流浪猫狗吃吗 是啊 那些猫狗实在太可怜了 他们被主人遗弃后 只能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 而且经常饿肚子 我没有太大的能力 只能尽自己所能 让他们吃顿饱饭 维尼 你真的很有爱心呢 其实世上所有的生命 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看那些流浪的猫狗 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充满爱的 你看他们 从来不会站为己有 都是和别的猫狗一起分享的 嗯 真的耶 而且猫和狗 竟然能和睦地一起吃饭呢 与维尼家 相距六七公里远的垃圾场里 艾玛和他的朋友们 就没那么幸运了 垃圾场里能找到的食物 已经越来越少 而艾玛家的孩子们 吃得越来越多 唉 艾玛 怎么了 是啊 这几天 看你整天愁眉苦脸的 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们看 我这几个孩子越长越大 东西也越吃越多 而我们这里的食物 却越来越少了 是啊 最近总是很难找到食物 可不是吗 昨天我到垃圾场外面 转了好大一圈 都没找到吃的 唉 你们这么有本事都找不到吃的 那我们鸡就更没办法了 唉 我们不会被饿死吧 你别这么说 只要我们能找到一口吃的 也会分给你们一份的 唉 可是今天一整天 我们连一口吃的都没找到呢 大家别灰心 今天晚上 我跑远一点 我想 应该能找到食物的 对呀 到人类住的地方去找 那里一定有食物的 人类住的地方 离这里可是很远的 而且 万一遇到了捕杀流浪动物的人 要怎么办 你们不用担心 我会有办法的 为了找到足够的食物 这天晚上 艾玛趁着夜色 跑了六七公里的路程 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地方 啊 啊 终于到了 艾玛非常幸运 她遇到了正在喂食流浪动物的维尼 维尼看到她后 立刻给了她一份食物 喂 那只狗狗 你也过来一起吃吧 你饿坏了吧 快吃吧 看来你真的饿坏了 吃吧 多吃点 我这里还有好多面包呢 当艾玛将食物吃完后 维尼又丢给了她一块面包 艾玛叼起这块面包后 转身离去 咦 怎么 没吃饱吗 我天天晚上都在这里哦 如果你没东西吃 可以来找我 看来她真的是饿怕了 还要为明天准备食物呢 接下来的几天晚上 艾玛都会出现在维尼面前 而且每次都会叼走食物 这让维尼感到非常疑惑 她为什么每次都要带走食物呢 好奇的维尼 决定尾随艾玛去 一探究竟 这里应该是她的家吧 原来她是将食物带回家呀 维尼跟着艾玛走进垃圾场后 不由得被眼前的情景感动呢 艾玛正把带回来的食物 分给垃圾场里的流浪动物们 有猫 有鸡 还有小狗 哦 原来是这样 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这只流浪狗 每天晚上走很远的路 为这里的动物觅食 这真是最无私 最纯净的爱呀 从那之后的每个晚上 维尼都会准备一份绑好的食物 让艾玛带回去给同伴们吃 这包食物是给你朋友的 我已经绑好了 这样你带回去的时候 就不容易散掉了 透过维尼的帮忙 艾玛生效的那五只小狗 都被人收养了 但艾玛仍是继续为其他动物 带回食物 你朋友的食物 我都准备好了 来 拿着吧 对了 你的孩子们都很好 他们的主人都非常喜欢他们 你放心好了 为了艾玛 维尼放弃了旅行 也不会在外面逗留太久 因为她知道 艾玛每天晚上都会去她那里 为同伴取食物 她是那样的依赖着我 这是我们对彼此的承诺 因为她每天都会来 来为自己的同伴 带回食物啊 想活下去的经理 你赶快拿去放生吧 诶 不是说好下午我去买的吗 因为我路过市场的时候 正好看到有人在卖鱼 于是就先买了 嗯 这样也好 我这就把他们带去河边放生 赵小姐家附近有一个市场 她经常在那里买鱼放生 因此和市场里的鱼店老板很熟 哎呀 赵小姐 您来了 怎么今天又是要买鱼放生吗 是啊 老板 你可要算便宜一点啊 赵小姐 你真爱说笑 我哪次没算你便宜了 是啊 这位小姐 买几条吧 绝对给你最便宜的价钱的 嗯 那好吧 老板 我要两条鲤鱼 小陈 你帮赵小姐捞两条鲤鱼 我去招呼一下那边的生意 没问题 你去忙吧 这里交给我了 小姐 你要拿两条鱼呢 如果你要用蒸的 那就选两条小的 如果要做葱油鲤鱼的话 那就选两条大的吧 啊 你在说什么 我买它们又不是要吃它们 不吃 那你买这些鲤鱼要做什么呢 我是要将它们放生 啊 买下来放生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自己掏钱买鱼 然后放掉呢 我这是行善 也是帮你们赎罪 鱼店老板 见她的朋友和赵小姐 似乎在争论些什么 于是赶紧过来打圆场 赵小姐 赵小姐 选好鱼了吗 怎么了 还没帮赵小姐把选好的鱼捞出来啊 这位赵小姐说 那两条鲤鱼是要放生的 我生平第一回看到有人花钱买鱼又放掉它 哈哈 这位赵小姐向来如此 她一心向善 每个星期都会到我这里买鱼放生的 啊 每个星期都要买鱼放生 这是为什么啊 因为放生是极大的善业 这些鱼如果我没买下来放生的话 就会被别人买去吃掉 难道 这些鱼放生是极大的鱼放生 这些鱼放生 鱼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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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弦 愛母 但说要真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典 爱我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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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绝华定 旨在往方 那么绝华定 旨在往方 那么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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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在往方 南无大师之菩萨 南无地藏菩萨 南无地藏菩萨 南无大庄严菩萨 南无大庄严菩萨 南无观自在菩萨 南无观自在菩萨 大众请温馨 请藏菩萨 南无观自在菩萨 祢主我已知不曾回 宗藤即进身心即进 无藏无藏真实 深山灭恶之世 福音各起始终观恨 以未灭罪方便 何等为世 义则关于因缘 何则关于国法 善则关我之身 使则关如来生 义则关于远则 知我此罪皆已无名 不善事为无曾管 你不识其国 愿离善悠 主我不善随主摩到 行邪先进入于敦过 不知其万路残酌 可见之残之不如而不悟 至少之乃一世因 也不愣自主地 而关于国法 这所有主我不善之 也善事轮转不过无穷 真理无边聚业大海 为主观阿罗查说 是未来神是明安无恙 神是宝德转论神王 王世殿下唯心指责 其报居主命中军 我不免而去世共 我报三界即准不及万 中流令重重 光不其余无不得 这偶无邪带不经常会 此一笔如报世真愿 求主因难提三观我之身 谁有真因灵皆知心 何谓关闹黑暗 重灵之说不必 无聊因地不能得学 我尽应当花其身心 剥裂无名颠倒重 断灭生世其为苦 因闲挂如来大命觉 为监力无上灭半秒 过敌世观如来生 无畏即早离世拒绝百味 宗德居主正安藏主 谁不方便如意灭度 不知悲酒前为尊藏 舍深入世心可谓灭醉 资良心处藏 持有心是苦之尊 尊求爱尊 为重灯无事以待 此欲今日中央煩恼 日生日过日子日暴 不该慧眼领悟说 尽断除重伤不得相去 几张不得见我 不问惩罚不知甚甚烦恼 几张不见过去为了一切 善恶也心处理烦恼 张说人天尊贵之烦恼 掌声舍无舍皆残定不乐之烦恼 掌声舍无舍皆残定不乐之烦恼 尊贵之烦恼 尊贵之烦恼